我们现在在北美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天是地地人和 就是说 具有很多的优势 老外的这个经济呢 是非常的这个有经验 全面 我们呢 学了一两招 就可以用用 然后呢 老外这个市场呢 大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中国的东西呢 轻而易举的 打入到老外这个地盘 他们呢 其实呢 一开始就有很多问题 所以他投错了 我们现在呢 如果我们能够为他缺点力的话 那情况就会改变 你说一个搞政治的 当官的 跟一个搞金融的 那金融企业家呢 他是综合数字能力非常强的 并且他很会生意 你跟他两个坐在房子里面去谈的话 你肯定是没有优势的 你不 你不知道怎么谈的 那只有我们去面 假如比方说 跟老根 不论是搞 北美搞政治的也好 搞经济的也好 我们去谈 中国就不会吃亏 对不对 就可以帮很多忙了 因为我们太了解了 他们没开口 我们知道他的意思 你在中国 那么遥远的地方 你根本就不知道外面 对 你们的思维方式就不一样 他呢 你以为你见了光了 实际上你吃了很大的亏 所以中途跟那个黑石也好 跟那个摩根斯特尼也好 还有City Bank 他们都是在有困难的时候来找你 他本来就不赚钱的东西 要你去垫底 你肯定就赔定了 虽然我们不会投资 这些玩意 不是因为每个人的关系 我们去投 对不对 我们要 他本 这个生意本性这个事情 所以他 你说你请你吃饭 还给你拉关系 这个事情 对吧 这个东西一弄 就不一样了